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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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何芳 今天有很多也有一些年輕的朋友 在90年代我是一個歌手 現在我是一個電台節目的主持人 最近還在寫一本書 這是我的第三本書 大概描述的就是我年少的時候很狂飆的一段歲月 但是我非常地感謝神 就是在我生命很狂飆的那個階段 可是因為神在還沒有出母婦的時候 祂就認識我們 祂一直用一個恩典的遮蓋 即便我已經快要掉到禍坑的時候 我覺得神還是真的用很厚的恩惠 所以讓我從很多的迷途裡面又轉回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這一生都是恩典之路 今天也想借著分享還有借著一些音樂 跟大家來分享上帝的奇妙 那今天一開始呢 我就帶了一個小號 我覺得神是很奇妙 神也都是一隻做心事的神 大概在三年前 那時候神就開始有感動 讓我們教會開始學習樂器 那我覺得天啊 我覺得好難啊 我們還要上班 可是好像當你有一個願意的心 那我覺得神就幫助我們 那我也想就把這個音樂就 呃 獻上我的讚美 獻上感謝 一開始呢 我就跟大家來分享小號 因為神要我們常常用號角 用響聲來讚美他 用思旋樂器來讚美他 那也拍望我們今天不論是年輕的朋友 或者年長的朋友 我們永遠都不要覺得不會 那像大家可以互相的切磋學習 現在在網路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非常有熱心的 教大家怎麼樣去操作這些樂器 那我們的小號啊 其實都是上網 然後自學 這不是做不到的 所以感謝主 就是當我們有一個願意的心 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願意開口 說神啊你幫助我 讓我能夠用更多的聲音來讚美你 讓我能夠用思旋樂器來讚美你 讓我能夠用響聲來讚美你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一天 都能夠用我們的全人 我們的全心來讚美他 好 那我就一開始呢 先分享小號 希望呢 呃 這首歌叫做 呃 就是來讚美神 那我們的這一生當中都有奇異的恩典 等一下我就會分享 在我生命當中 怎麼樣從憂鬱轉上死樂 這不是一個感受上的變化 是生命的質變 是神把很多我生命的垃圾清理掉 不只是清理掉 他還要做生命的工程 他要把喜樂的新的能力 要重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都知道如果肢體受傷需要復健 心靈受傷也需要復健 有些時候神更奇妙 他乾脆整座完了 阿門 我們一世人有一個時間 有這個機會 上台做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整座完了 阿門 但是要一段時間喔 阿門 要上台時間 神的日子一天如千日 我們真的是要常常在神的裡面 要帶動跟兄弟的裡面 有這一次 阿門 阿門 我現在沒有做過整amy 沒有做到醫美喔 搖吧,阿爸是可能會做 但是 因為兄弟的悲動 但是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環境都沒有問題 沒有,我們的環境還有更大的問題 有很多困難 很多的感染 但是我们的混乡 十岁到现在 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 很困难的 感染要过 但是靠着神的恩 关关难过 关关过 阿们 阿们 我很盼望未来 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永远不要觉得不可能 跟上帝求 真的上帝会帮助我们 上帝会帮助我们 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乐器 刚才才跟一个弟兄 他觉得我们在讨论 可以用什么样的乐器 我们现在可以有 小的那个 好多小竹琴也可以 乌克利利也可以 或者是那个 逃敌也可以 其实我们真的都可以 口唱心合得来赞美神 好那今天一开始呢 我要来分享一首诗歌 在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认识神 我很感谢上帝 我觉得是神的拣选之恩 我不了解 我不是因为 我们有很好的行为 我们 永远都没有犯错 可是 我很感谢上帝 在我们家 是一个很大的拜偶像的家庭 我们拜拜拜得很严重 但是兄弟有一个 神奇妙的文殿 从小到大 都一直有很多的朋友 在课音来介绍给我们 但是我们到那时候 也是拜得很严重 就是两个烈烈 烈求 有一天大概十回的时候 我有一次 还有一个传道人 来到我们厨里 台湾传福音 我用做一个基督 我就做一个面望 我就面望 世界有两人分两边 一边站在亚索一边 一边不是站在亚索一边 那时候我不是站在亚索一边 我有时候日记的习惯 其实我都没有去聊聊 我是聊到大会儿 有一次 很纪念 我去看我碎下的日记 我看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生一个 为什么我没有站在亚索一边 我在日记生一个东西 我要努力得到神的 阿们 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有这种想法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想法 那个善的渴望 都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 阿们 后来我知道说 我有一个姨妈 原来是我们这个家室 第一代的基督 那时候在曼家的 上路教会 我会记得 小时候来我们岁的时候 我很纪念 我很爱这个姨妈 我那时候很纪念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 一个很纪念的平安 兄弟 住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最纪念的 愿望就是平安 平安不是一种气氛而已 你把风楼很大的时候 完全抚平 那是平安的大能 阿们 当然在我们家里面开始 神的光进到我们里面 也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冲撞 但是我很感谢神 我觉得 所有一切的冲撞 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神把光放在我们的身上 神把光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让我们眼睛里面的 眼瞎的那个灵片 我们大家都说 有时候人的蜜蜜 起来有什么 蜜蜜蜜 真多时间 我们的蜜蜜 心里的蜜蜜 真的看不见 上帝的阳蜜 上帝的光 进到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眼睛明亮 我们能够认识他 好 接下来呢 我就用一些的时间来分享 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 怎么从忧虑转向喜乐 它是一种生命的质变 它真的要一个 上帝的奇妙 就是要整个座 看了一段 那是一个过程 整个月亮亮 有时候先先 换这句 这样换这句 这句 到我来换 我们的生命 真的是在神的手中 有很多的改变 其实我是一个 比较容易 进到 惊慌的人 我是一个 比较容易进到 沮丧的人 我是一个 比较容易进到 惧怕的人 所以我的 当然也许我本质上 我天生 也许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的环境 曾经有 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过分的动荡 那个过分的动荡 会让我生命里面 我只要有一些 受到一些风吹草动 我会很快速的 我觉得我一定要先提早做准备 我不能随便让一些 没有预期的事情发生 我需要很多的时间 我要做好各种的准备 所以我很容易 一有风吹草动 我马上就开始 做好很多的武装准备 这样的人怎么会放松呢 这样的人怎么会容易快乐呢 这样的人当然容易 就是会搞操环嘛 你知道 这样的人当然容易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忧虑 但我很感谢神 我觉得神 慢慢透过许多许多的方式 来改变我 好 我先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的生命的一个背景 当然我觉得 这里面就是 负面的性格 就是我们的一些逆势 就是负面的性格 慢慢就会成为我们 生命走向负面的那个途径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觉得 靠着上帝的恩惠 靠着上帝的喜乐 靠着上帝的信心跟扶持 我生命里面 能够有一个力量去逆转 就是我一定要和负面的部分 来对抗 所以在一生当中信仰过程 我不想跟大家分享说 每一个过程都没有问题 其实有的时候 当你要跟很负面的那种模式挑战的时候 他非常有张力 你要和沮丧挑战 我奉耶稣的名 我要和沮丧挑战 那个挑战的过程 今年是我信主 大概95年到现在 这样算算了 你再三年了 假设算20年好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有很多很多的失败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上帝最奇妙的就是 当你觉得你真的没有办法 当你觉得你又挫折了 当你又掉到了很多的谷底的时候 你自己都觉得 上帝啊 你不要用我这样的人啦 上帝啊 你就放弃我吧 因为你扶持我这样的人 以世界成功哲学来讲 不符合CP值 就是神爱我们这样子生命动荡 碎太多片的人来讲 他要重建 他要花很多的功夫 可是我很感谢神 我觉得神 就是不断地用他的信实告诉我 即便我们是圣经里面 你知道吗 有一些工人 他到庭园去工作的时候 最厉害都被人家挑光了 你知道吗 有一群人是那种 到下午三点 实在是 人家觉得 你这个 可能没知道哦 你就没有 就是那种 你知道你有一个部分 就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那个恩惠的 果园的主人 就说啊 这些 到下午三点都还没有 夹到头楼的人 通通进去 可是最后 他给我们的恩惠 跟一早进去的人 是一样的 阿们 我觉得神的爱 让一个生命里面 充满叛逆跟 挫败感的人 知道我可以重新来过 那真的只有神的爱 能够做到 就是因为神的爱 让我们一次一次 在挫折当中 你又站起来 然后神就告诉我 只要回转 只要回转向他 神就在我们面前 开道路 他是在旷野 开道路的神 他是在沙漠 开江河的主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 我的生命里面 从很容易惧怕 很容易沮丧 很容易放弃 慢慢慢慢强壮起来 当然也许 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但是很值得 阿们 好 我要先分享一下 我成长的背景 少年 我一直很感谢神 就是虽然我小时候 做了一个梦 我说我要努力得到神的爱 但其实写完 我早就忘记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会突然写那个东西 可是神就记得 所以在我的学生时代 第一件事情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生命里面周边 就是隔一段时间 就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 可能是老师 可能是同事 可能是家人 等等等等 那都不是偶然 今天有些朋友 也是邀请来的 也许我们的恩典 还会再有很多的站牌 但是都不是偶然 神就是一直不断地撒种 一般的撒种 在我们生命里面 只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一点可惜 就是神撒了一些种子 有时候飞鸟就吞吃掉了 它没有在我心里面 很快地留下一些印象 但是慢慢慢慢 神就是一直弃而不舍地 放了很多的种子 直到有一天 我开始有能力 去回应神 然后那个种子 有时候又被一些忧虑 各方面又挤住了 但神又帮助我们 然后帮我们松土 然后帮我们里面的一些毒根 慢慢拔掉 我们这一颗种子 才开始可以吸收到 神的养分 慢慢长起来 感谢神 一切都是神的恩 我要分享的是 我生命里面转向喜乐 没有那么容易 我想先分享的就是 我的少年时期 其实那个时候 大概就是我生命里面 开始有一点 走偏了 走偏的原因是 我不想待在家里 不想待在家里的原因是 就是家里有很多的纷争 就是有很多吵架 那我的父亲 本来是一个建筑商 本来是一个营造厂的负责人 当然最经典的一些 曾经有过的建筑 是现在的那个 故宫的扩管 但是现在有一部分 又拆掉了 可是你就知道说 曾经他的事业 也是有他一定的一个分量 可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 拜偶像拜得很严重 那时候就是说 你若是起家 你若是没拜什么 地基祖还是怎么样 好像那个员工 就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家 拜得很凶 然后拜到一个阶段 就是整个台湾 还是人家透过一些关系 他们有一些想要盖庙的 透过一些关系 找到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捐钱去建庙 可是你去拜这些偶像 他有没有给你 事业上的某些帮助 有十年我们家的经济是 有好光景 可是你要知道 你如果是用灵界 而且是非法灵界 不讨神喜悦的灵界 去做某种交换 你一定要怎么样付代价 那十年当中 第一件事情最大的毁坏 就是我父母的关系 那我父亲当然赚钱之后 他会有一些诱惑 所以他就软弱 在情感上碰了很大的问题 我的母亲就很悲伤 就去拜很多的偶像 希望能够挽回先生的心 所以我印象中 我小的时候 常常被我妈带去 那种什么什么 很多很多那种庙里面 去看到 就看到那种 整个那种key档啊 什么什么这样 我们家喝很多的浮水 可是没有办法抵挡 你跟黑暗做很多的交换 那个看不见 但是影响你很深的 那种灵界的能力 其实是默然进到你的家 我们家开始 有鬼影重重的状态 那今天时间关系 我不赘述 可是表现出来的 其中一种状态 就是很多人的心神不宁 然后第二件事情 忧伤泪水 第三件事情 开始真的有疾病的扰乱 所以在我13岁的时候 还有16岁的时候 我的父母在吵吵闹闹 他们可能也很痛苦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各自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在我13岁的时候 我母亲就得了癌症 第一次的生命的癌症 我16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中风 那一中风 就银行就雨天收散 所以我们家经济就开始 掉了很大的困难 那我父亲在心情很不好 他的糖尿病就恶化 所以他的晚年是 眼睛也瞎掉了 耳朵就聋了 半生不随 所以他脾气非常的暴躁 所以在我的青少年 我为什么不喜欢待在家里 就是我父亲 很想去告一些 骗他钱的人 因为他总而言之 就是一个企业会倒掉 一定是中间有一个 很大的钱坑 最后就是想办法周转 最后就是借着地下钱庄 你有没有发觉 所有的倒掉的店 都差不多 赶宽购俗了 只是当你没有在神的祝福里面 那一些的你曾经赚的钱 就是过往云烟 我们当时好像有很多的房产 可是现在大家都觉得 哇房地产是不会崩的 在民国66年的时候 到77年 我父亲过世的那10年 台湾经历了10年恐怖的 房地产的崩盘 所以我们的房子 即便什么一胎二胎几胎 我们还有五胎的你知道 我都搞不清 他们为什么会弄五胎 救不起来就是救不起来 所有的房子全部拍卖 所以我们最后就变成是 乌克瓜牛主 然后最后 我的爸眼睛瞎掉了 他就很想去告人家 所以我们之间 常常就是爸就把你叫出来 来来来来来来 然后叫你帮他写信 要去告人家 因为我们也没钱请律师 就是常常在这种沟通过程 然后他又重听 唱会儿人吗 重听 所以我们常常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就会 本来想好言好语 但是他常常就 然后你就越讲越大声 讲到你就抓狂了 然后他就会觉得 他以前是老板的时候 我们都不敢这样对他 他现在不是老板了 我们就瞧不起他 我觉得他也是那种 心里面的痛苦 解读错误 再加上 有没有一种黑暗的能力 其实会默然一直在你旁边 随随凉 让你以为 你就是这样的想法 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家当时 非常的不平安 那你想一个 十六七岁的小孩 在那种环境 你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你唯一能做 就是想逃离这个环境 我很感谢啦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照理讲 我就不想带在家里了 可是 我当时神把我带领到 一个团器里面 所以 很多时候团器就像一个 默然的家 我很鼓励弟兄姐妹 有一天 我们帮小子倒一杯水 也是一种服侍神 我们去照顾一个 看起来很酷 很讨厌的小孩 其实他很需要爱 但是他那个德性 你又爱不下去 我觉得我以前 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其实是很酷 但是那种很酷的原因是 你不想被人家看不起吗 但其实也没有人 想要看不起你 是你自己很自卑啦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你突然觉得 你们家里 发生好多好多 好糟糕的事情 你也不想跟别人讲 你就更想把你自己 武装的 看起来一副 就是很拽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你的人生 就在那里风雨飘摇 可是我觉得神很感谢 我很感谢神 就是我的老师是基督徒 然后当时我朋友 带我去团契 我就是一直在那样的 一个环境里面 那个就是我的逃城 然后后来上大学 我没有去团契 可是我就整个远离神 神整十年 那后来呢 因为要赚钱 我发现我是会唱歌 我今天是有点烧瞎啦 我就开始从 明歌西餐厅 钱太少 唱唱唱唱唱唱 唱好酒店去了 反正那里 其实真的蛮乱的 我只能说 夜路走多你会碰到鬼 那我们当时年纪小 我们觉得说 我只要洁身自爱 哎呀 我就很小心 我就不会碰到一些 不好的事情 可是诸不知 你在一个环境 很复杂的环境里面 你觉得你不惹人 你觉得人就会不惹你吗 不会的 好 之后细节 想看 请看我之后要出的书 总而言之啦 我们就差点发生意外 简单说 我们整个乐团 最后是被 应该是被黑道挟持 就被挟持到一个 一个hotel里面 我那时候大概真的觉得 完蛋了 我那时候第一次真的觉得 我自己快完蛋了 但是我只能感谢主 就是最后化险为宜 人生不会有第二次 这么好的运气 然后最后那一次呢 我们乐团的领班 其实也认识黑道 他当时是因为 保护我们几个女生 所以他就被那一群人 狂打了一遍 打了一遍像猪头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 两边的黑道 要瞧事情 然后要找我们去吃饭 我那时候真的在 二十岁 二十一岁 我突然有一个警醒 我想说奇怪 我不是只是要唱歌吗 我怎么唱一唱 搞到最后 我会去跟黑道 这种关系 我就吓坏了 所以我也没有 当然我没有去吃 那个和解的饭 而且我也下了决心 我就是要完全远离是非 我也很感谢神 如果当时 我一直继续在那个环境 我不知道我的价值观 会有什么改变 我只能简单说 我当时在那个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已经知道 很多大专生 其实价值观就已经偏差了 他们其实很多酒店的小姐 很多都已经是学生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觉得 哇 我在那边也是大开眼界 很多的价值观是偏差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看到 有一些人在吸毒 什么什么 我只能感谢神 因为小时候神 还是默然放下一条线 让我没有去沾染到酒 没有沾染到毒 没有沾染到那些的黑暗 而且最后全身而退 我感谢神 我真是感谢神 我还要感谢神的是 我最近在脸书上 相认了一个朋友 是一个贝斯手 反正那段时间 你整个人黑暗 你就会也跑到黑暗 那我经常就 你在夜店 几乎你要领薪水 都要到半夜两点多 他们打烊才把节线金给你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 变成夜生活 夜生活完 我就跑去那种pop 总而言之 我就是不想回家 我曾经跑到了一个 heavy metal的一个乐团的 一个pop里面 哇 那个真的是 非常当时早期 非常经典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中摇滚 现在连科学都证明 中摇滚的某一些阴波 对人的健康是不利的 OK 我那个时候其实隐隐约约 也许小兽神的种子 放在我的里面 我觉得怕怕的 我怕他们的音乐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歌咏死亡 在歌咏暴力 然后一群人围在中间 最火热的时候 他们是一群人围在一起 其实跟worship 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他们在歌咏撒旦 而且他们的歌词里面 真的就是歌咏撒旦 我那时候就怕怕的 我只能说突然有一次 当时的 我觉得好帅的face的时候 姑爷淘脏等等这样子 他来找我 他头发剪掉了 我正想他发疯了吗 那么漂亮的头发 他剪掉 他说他信主了 所以神就要他离开 他就为我做一个祷告 他要我也离开 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真的没有再去那边了 我只能说 后来整个团的 那群核心的人物 去接了一个场子 全部掉到山崖里面 全部死掉了 那个face的时候活了 然后我离开了 我也活了 我们活着是恩典 真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 我们活着是恩典 我们那个时候掉入那么深的 那么深的黑暗里面 可是神用他的血线来遮盖我们 好 然后后来我又进到了演艺圈 演艺圈当然压力很大 人气难测 所以那个时候呢 早期演艺圈没有基督徒 不像现在这样 所以呢 大家都是吃好到小 不过吃什么好 你知道吗 都会拜拜 有灵你就去拜一下 反正就是找灵媒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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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那时候我后来拜了很多地方 也认识了一些灵媒固定的 其实那都是像灵界的黑暗 开了门 所以就是这样 我又让很多黑暗进到你的里面 还有我过往成长过程当中 和父亲的许多的冲撞 都没有处理 就这些负面的情绪 再加上我一直让一些黑暗的能力 进到我的里面 就很多的纠结 一直到有一天 突然之间 常常跟我有一些沟通的那个灵媒 他就叫我把手伸出去 第一次他在我这边 喃喃自语念了一些东西之后 很奇怪 我就爆发了很严重的忧郁症 而且是很快的时间 就有一种自杀强迫的意念 进到我的里面 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解释 怎么会变得这么奇特 当然我过往 很多没有处理的负面情绪 也一直没有处理 突然那锅盖就打开爆炸 然后再加上有一个死亡的灵 圣经里面有讲 喜乐的心是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枯干 真的有一种忧伤的灵 他透过一些途径 进到我们的里面 回过头看 在爆发忧郁症之前的人生 第一件事情 我常常去拜一些 不好的 灵界的能力 然后让他进到我的里面 这些黑暗的能力 早就可以 对我有影响力 而且越来越有影响力 第二件事情 我离开神非常的远 第三件事情 从小到大 很多的过程 我充满了痛苦 我充满了仇恨 我恨这个世界 我甚至恨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 我对我的父母的情感是 爱恨交织 我弃我的母亲 觉得他太软弱 他完全被我爸爸 我父亲的某种软弱 让他受了很多的婚姻上的痛苦 可是他不敢反抗 我弃我的母亲 为什么不反抗 那我也长大了以后 我也知道我们家小时候 有一些我想不出来的一些状态 等我长大我明白的时候 我也对我的父亲 有非常非常多的愤恨 然后 我觉得 我的父亲的晚年 脾气非常的暴躁 我们家的饭桌是 砸碎的 不只砸碎一个 所以我一直处在一个 很没有盼望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人生是很不快乐的 我看到一些 我觉得条件没有很好 可是好像家里很幸福啊 然后无风无浪啊 我很生气 我觉得这些人不配得 我觉得这些人凭什么 过得这么顺遂 你了解吗 就是当你人生很多痛苦 你看到别人很幸福 你会心里面 其实也许是羡慕 可是你得不到 当你得不到别人拥有的 然后你往负面发展 就叫做嫉妒 那种嫉妒再严重一点 就变成愤恨不平 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你知道人一直往黑暗的方向 就是有一种广义的仇恨 你活在我的里面 整个人就活在 表面上都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有教育 会把我们 我们会戴上面具 可是你知道你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悲情下品 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里面有很多的黑暗混乱 其实有时候到最后 你也搞不太清楚 你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最后 那个灵媒 最后那个灵媒一角 我整个人掉到一种 很严重的光景 但是我也很感谢神 人的尽头就是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我犹豫症最严重的状况 其实不只是身体里面的 快乐物质降低 我觉得有一种灵界的 搅扰的能力 因为我几乎 有一种我不能控制的意念 就是好像一些过往 女明星的名称 自杀的 通通一个一个 飘进我的心里面 我觉得我很想把那个门关起来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那个意念关起来 最严重的时候 我几乎可以感受到 我感觉到我有看到一个画面 一个标题就是 何方死了 享年二十几岁 然后昨天何方坠楼死亡 然后就开始我的生平 你知道吗 那种惊恐 离死亡非常近 可是你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你发生什么事 你也不知道怎么求救 你就觉得很苦 可是我很感谢神 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意念 我打电话给我的大学同学 我们大一的时候 是一群很没有盼望的大学生 就一直跳课 没有人生的目标 到大四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改变了 他说他信主了 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小时候去过教会 可是那段时间 有一些黑暗在我的里面 第一个我没有去教会 第二个部分 我进到大学的时候 又参加那种算命的社团 什么什么的 反正整个人就开始离神很远 我们就因为这样很奇怪 就真的分别出来了 后来我就去当了歌手 他去当了老师 我们就有好多年没有联络 在我离死非常近的时候 我觉得是神让我想到 我要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今天在座很多的朋友 有一天你预备好你自己 你也可能是那一双手 你知道吗 阿们 你可能会接到一通电话 在关键的时刻 你真的就是看你的祷告的团队 真的为那个灵魂来征战 阿们 你会抢到灵魂的 阿们 那个关键真的很重要 那不是我的意志力能做的 我用尽了我所有的意志力 但是我发觉 如果那个死亡的能力 它不只是一种生理的状况 它有一种属灵的 很深的挟制的时候 那不是你的意志力 完全可以掌舵的 那需要神 阿们 我很感谢我的朋友 他是半夜从中立 开车来台北 看我送我生平的第一本圣经 这是我生命里面开始 反转的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神用了 很漫长的时间 先医治了我 生命里面很多破碎的状态 后面很奇妙 他向我 显明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喜乐的神 属神的儿女 要欢喜快乐 阿们 属神的儿女 是应该喜乐的 阿们 在圣经里面 一个不可思议的喜乐 保罗跟希拉 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被人诬陷 就被什么 关到监狱里面 我想我们每一般人 被关到监狱里面 而且还是个 莫名其妙的关到里面 一定很痛苦 很沮丧 很不平 可是保罗最大的一个典范 他对神的信心 我相信他跟神的关系 是那么美好的 到一种程度 他在监狱里面 敬拜喜乐赞美神 那个喜乐大到 让监狱的门打开 然后让监狱的狱主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想要自杀 结果后来保罗就把 所有的监狱的人 也留下来 而且也把福音 传给了那个狱主 阿们 神可以帮助我们 在任何的困境的时候 他把喜乐 放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有能力 能够穿越那些的风浪 基督徒的人生 不是天色常蓝 但是神应允我们 生活有力 阿们 今天医治的部分 我会比较 稍微简略地谈一下 我觉得神后面 花很多的时间 在引导我 认识他的喜乐 神要我 不要看环境而喜乐 因为那些快乐 很容易消逝 喝酒也会很快乐 多巴胺就会增加 但是他会变得上瘾 对不对 而且吸毒也是很可怕 会让人短暂地 很放松喜乐 但是后来会上瘾 你的快乐物质会被炸光 可是从天上来的喜乐 是一个美丽的 美好的途径 它很真实地 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 好 我要先分享 我生命里面 第一次开始真正 跟喜乐 有一个奇妙的连结 是我信主四年之后 我信主四年之后 慢慢地 我觉得神要我开始 读圣经 读到神的话 我到信主第三年半 有半年的时间 我读神的话 我都会读到 神是光 兴起发光 你这个睡着人 要醒过来 因为基督要光照你 你下次去翻一下 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 跟光有关的内容 因为神就是光 在他没有黑暗 阿们 神的光要进到我们的里面 他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有一些未得之地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垃圾的区域 可能我们没有看见 但神开始要去清那个地方 我记得以前 很久以前 就在离教会 这边附近 以前的那个 精华酒店旁边 现在是一个 很漂亮的公园 现在太年轻 有的人可能不记得了 以前那里不是公园 对不对 以前那里 外面是一群摊贩商店 阿里面是贫民窟 很奇妙对不对 贫民窟旁边是精华酒店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有我们的生命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有些部分 真的就还不错 还蛮有成就的 我们就是像五星级饭店 可是我们生命里面 也有一区 就紧淋在那个 五星级饭店旁边 其实在很里面 你外面看不出来 里面其实里面的核心是 贫民窟 我们里面其实 生命有很多的光景 是我们不认识 除非我们垂直的 被神拉到垂直的一个高度 我们有生命的高度 有神的亮光 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面 其实有一些 需要被重新诊治 你有发现 我们要被诊治的时候 我们会很自怜 我们不想被神工作 我们就会想跟神 讨价还价 然后最后神 还是要决定 要去诊治那个地方 我们还会抗议 对不对 可是神的爱 是非常非常的坚定 直到最后 你有没有发觉 有一个地方 重新被神治理 我发觉这是我们生命里面 之所以植变的过程 我生命里面 很核心的地方 有很多的垃圾 神就在这20年里面 慢慢地清了我的垃圾 大概清了三年半之后 祂要开始向我介绍 祂的喜乐 很奇妙啊 总而言之 我就简单地分享 我以前在教会 我通常都坐在最后一排 最后一个位置 离门最近的那个地方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 反正我觉得我一聚会 我也不想跟人家聊天 打招呼这样 我一聚完会 我就咻 就赶快逃走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跟人家聊天 好累哦 我觉得人好麻烦哦 这样子 可是那天聚会 不知道为什么 神就突然 一直透过牧师的分享 你要到前面 弟兄姐妹 我要呼唤一些 弟兄姐妹到前面 我就挣扎了很久啦 总而言之 那天还有一点 被朋友半拖半拉的 我就站到教会的前面 总而言之 那天很奇妙 神就造访我 我就被神触摸 我就躺到地上 我吓了一跳 回到家之后 总而言之 那天后来 发生了很多事 我觉得我很释放 可是回到家之后 我又觉得 我不喜欢超自然耶 我觉得 我只要唱唱诗歌 很平静 这样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 神挑战我的信仰耶 这样我好有压力 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 当时我们有一个音乐人团契 我就跟一个团契的朋友祷告 几天之后 他就告诉我说 那你要不要 四天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cursade 一个很大的福音步道会 那个国外的牧者 你如果被神出摸 你会非常喜乐 其实我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但是我觉得 既然发生了奇妙的事 而且我知道 那次的特会 有很多当时 在音乐人团契 都有感动 服侍我们的 很多教会的牧者 都在那边 那我想说 万一我有什么 不明确的状态 至少有很多牧者 可能可以帮助我 我就去了 我觉得我那一天 神就打开我的心窍 就是 圣经里面说 我们的心窍 要习练通达 心窍习练通达 大概的意思 我简单地说 我们生命好像一个radio 虽然现在大家 已经比较少用radio radio打开 你要听见声音 是不是电波要能够相容 但是有一些收音机 是不是坏掉 它不清楚 你根本听不到 那个收音机在讲什么 你因为发觉 这很多时候 是我们生命的光景 我们要能够听见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声音 是我们这个收音机 要被神修好 那个电波 要能够对焦神 我觉得心窍打开 就是神那一天 修好了 教证了我的频道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 跟神对焦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我就到那个教会 那你知道吗 很大的那种特会 前面是要 先很多人要去站位置 这样 那我们就 我也是提前 我一做到 句话还没有正式开始 那个私情还在练习 这样 我已经感受到喜乐 我就觉得 可是 你有没有发觉 我觉得很奇怪 你看那个 周星驰的电影 你会笑得很开心 对不对 你会笑得很释放 对不对 可是你觉得 你在神的面前 你要那么快乐 你会觉得 好像 好像 好像觉得很奇怪 这样子 那有的人可以去 舞厅跳舞跳 很高兴 对不对 可是我们却在 敬拜 我们举手赞美 欢呼声的时候 却觉得有点避暑 其实有时候 我们会受一些 我们也不能理解的原因 有一些限制 可是我觉得 神那天就是开始 向我介绍他的喜乐 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很简短地分享 那一天 我就完全地 被神的喜乐充满 真的叫喜乐充满 我第一次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经历就是 在聚会 不只有我一个人被充满 是整个聚会 只要向心打开来 全部所有的人都被充满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只能说 神的喜乐充满到你的生命 到一个高度浓度的时候 你里面隐藏的一些忧愁的黑暗 它本来躲得很深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就在这隔壁 精华酒店旁边 以前最里面的是一个贫民窟 那个很深的忧愁的灵 在那个贫民窟里面的中心点 可是神的喜乐 就一直进去一直进去 把那个忧愁的灵整个显出来 总而言之那一天呢 我就在聚会里面 好多的牧者 一些服侍的同工服侍我 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过往参与的一些偶像等等 开始有些释放 因为喜乐的能力大到 忧愁叹息 尽都逃避 Amen 这是我生命里面第一次知道 原来喜乐是一种能力 喜乐是从神来的信心的能力 人经历喜乐的浇灌 是那么的不同 是那么能够有力量重新站立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慢慢神就开始引导我 认识很多他的属性 我要再分享一个 跟喜乐有关的一个经历 人会不会有劳苦愁烦 其中跟生活发生的事情有关系 我在2003年15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 当时我当时在中国广播公司的 一个现场的节目 七年 我突然做梦 我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 我就跟牧师讲说 我怎么会做这个奇怪的梦 那牧师就说那有什么征兆吗 我说没有耶 那他就说那你就先放在心上好了 放着放着我就忘了 这件事情就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刚好有一个工作 就到美国去了 其实可能已经有一些人 在酝酿一些事情 因为那是一个很肥的缺啦 一直都有很多的角力 一直有人想要那个位置 那我刚好出国 就刚好借着 因为我刚好出国的机会 我就被换掉了 那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说再会 我只有在我的梦中 我跟我的听众朋友说再会 你知道那种心情上 还是觉得蛮痛苦的 然后也没有人 然后我就想去了解真相 其实也没有人告诉我 就说每个人都说不知道 那你也搞不清楚 反正这件事情就定局了 那你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又有时差 虽然说那时候在教会里面 我有同伴 我有属灵的同伴 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可是当你半夜四点钟 你再怎么累 你都有时差 你就醒过来的时候 你突然发觉 你真的非常的孤单 而且那个时候 你上网去看一下那种104 只要35岁以上 你就没有工作机会了 现在好像不可以 可是那个时候是可以的 他们几乎都写30岁以下 他们要30岁以下 那我都想完蛋了 我那时候好像334岁 我想好 我已经在104找不到工作了 那非常彷徨这样子 而且很突然 然后半夜非常非常的沮丧 很累 我非常的难过 我那时候的祷告 我几乎只能跟神说 神啊 求你帮助我 神啊 求你帮助我 我觉得就是孤单到 累到 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可是很奇妙 我觉得神放了一首 小小的诗歌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 或者是有些很好的诗歌 我们要常常把它练起来 因为有些时候 这些神的话 这些诗歌 都会成为神 给你的一种sign 在关键的时刻 有一首诗歌 它的意思是 那得胜者活在我心 无论何环境 我的心都要坚定 因为得胜者活在我心 我要歌唱 我要赞美 我要跳舞 因为主已经得胜 我不惧怕 勇敢向前 因为主已经将得胜 赐给我 他赐给我 我觉得神在讲 他命定的事 可是我们人的信心 还没有走到那里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神那首诗歌 对我好遥远哦 可是我觉得神 就是要我去回应他 要我去回应他 所以我刚才分享一些 快乐的诗歌 我鼓励弟兄姐妹 即便在难过 艰难的时候 我就更要用喜乐的歌声 来赞美神 你要去操练他 你要让那个赞美 成为有能力 可以推动那个环境 那是真实的 你不要少看 那个心里面的神 进到你里面连结出来的能力 我其实那时候就 你知道吗 死马当活马医 我就开始真的心里面 慢慢去回应 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也没有朋友可以 可以倾吐 半夜四点钟 你要打电话给朋友吗 那时候耶稣就是我 唯一的朋友 唯一的 唯一的 没有第二个人 所以我就一直在 回应那首诗歌 我挣扎了 挣战了 一个小时 就是一直有一个负面的念头 就是 哇 前面的问题好难哦 你没有工作了 怎么办 什么什么什么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那首诗歌 主已经得胜 我要歌唱 我要赞美 另外一个部分 赞美也没有用 没有用 没有用 另外一个 我就是要赞美 我就是要赞美 你就心里面就是 你只能不相信感觉 你要相信神 你要相信神 给你那个小小的 芥菜种 一样的一个 影子 你就开始去回应他 那个回应挣扎了 一个小时 刚开始那个心里面的 那个力量 就是 就是很小声 很小声 很没有力量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 我开始突然觉得 我不知道挣扎到什么时候 我心里面 一直想办法 整个摔残 再站起来 心里面再回应那首诗歌 我挣扎了一个小时 真的是强而有力 很困难 很困难地挣扎了一个小时 可是很奇妙哦 我不知道挣扎到一个 什么阶段 突然之间 有一个东西被打破了 真的被打破了 我突然发觉这首诗歌 变得轻盈 变得跳跃 哇 那首诗歌 开始变得有力量 哇 我要歌唱 我要赞美 我要跳舞 因为主已经得胜 我不惧怕 勇往向前 我第一次经历 我不是在教会里面 在敬拜的时候 感受到喜乐 而且我那时候在上厕所 我是在厕所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个喜乐的浇灌 就浇灌在我身上 我开始好喜乐 我好喜乐 我好喜乐 我就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我要感谢你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乐 我要感谢主 我还不知道我前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神就把喜乐给我 我就去回应他 然后很奇妙 人充满喜乐之后 什么东西都正常了 我也没有时差了 你知道吗 他们突然 想睡了 我就去睡觉 然后睡了以后 睡饱了 还是很喜乐 我就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 反正我以前的老板 我以前的电台 反正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他们内部 做了什么动作 都不重要 我觉得回过头来 我七年 人家给你一个工作 我都感谢 我就是每一个都打电话 我想他们应该吓坏了吧 觉得 这位小姐 你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我就是感谢 好 当然后来我现在回过头来 神用了后面三年的时间 去协助一个忧郁症的协会 然后我就成立了之后 等到那个目标完成 我又被带回电台 然后又有很多的变化 到后面 我入围了广播电台的十二次 然后得奖了两次 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 在那个时候知道的 可是神就是定义 祂必保护你 祂必遮盖你 祂必带领你 可是你在当下 你并不了解 这十二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就是要定睛仰望祂 Amen 好 最后我要分享的 那个PowerPoint 我要很快速的 分享一件事情 神的喜乐 好 然后我要最后 就是来分享诗歌 就是我的PowerPoint 好 这个金钟祝福 今天时间可能来不及 诶 等一下 我要走到后面 我要分享最后 好 我要分享的是 其中的一个逆转圣 我们家现在 没有偶像 感谢主 我们家把 很大很大的整个神桌 全部都拆掉了 在十年前 Amen 但那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在2001年神 在一次聚会里面 要我跟他求一件 又大又难的事 我先分享一下 我的母亲 我说过我母亲 因为婚姻的关系 她就很深很深地 去皈依 她的信仰 然后她是半夜 四点会起来 念金刚经 大背作的那种人 然后她是 慈祭的那个 那种婆婆妈妈里面 那个收钱 帮人家收钱 收得很厉害的那种 所以 其实你很难 传福音给她 可是我知道 我的母亲 这一生就是劳苦仇烦 她有很多的苦痛 我知道她在婚姻上面 得到非常非常大的痛苦 那种痛苦是 很深的 我知道她也在 从信仰里面 去得到力量 可是我还是知道 她很忧愁 因为你是她的家人 那我就觉得说 可是可能我自己 也在我的过程当中 那我母亲就说 她让我去信仰 去信耶稣 可是她觉得 我们就互相尊重 那我就想 如果我的母亲 能够信主的话 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家在 我父亲过世以前 我们家所有的房子 都被拍卖光了 但是 不是完全光 有一颗产业 但那个产业 很奇怪 只有神 这么 令人敬畏 在 我们家当时 都 everything is ok 的时候 那个土地突然 政府就 突然 那一整片地区 都说要变成是 保护地 所以那个区就完全被 被狠狠地这样 被政府的法令 就限制住 那个限制 很严格的限制 可是因为那个限制 就是我们要去 献钱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任何的 设定的时候 别人也会去查 一查 没有人要那个地 所以那个地就 晾在那边 就是蚊子 只能养蚊子 那后来 我们也不用缴税 因为 我们就是最穷的地主 就是什么都不能用 在整个过程里面 一直都有人来 找我们谈 说好 他们想办法去弄 但是如果怎么样 就怎么缠 我跟你讲 都没有用 就是 人 怎么尽力 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那最后我们就想 就算了 又忘了这件事 那 我只知道神要我 开始跟 跟他求一件 又大又难的事 我求妈妈的信主 当然这过程 经过七年内 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神有很奇妙的营朗 那我只能分享 到2008年 就十年前 我的母亲 第二次罹患了癌症 可是那个时候 她开始就对 人真的要到 生命的终结的时候 她会很认真的去思考 她要去哪里 那当然那时候 我们生命里面 也开始被神 预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开始比较有能力 去面对那个 很大的挑战 我只能说 其实我们家最后 决定我妈妈同意 把偶像拆掉 把神桌全部清掉 那当中有非常多的征战 有非常多的征战 我其中一个征战 就是我们请的外劳 她照理讲 我们的政府 都有层层把关 她可以很奇怪的 就完全躲过那个把关 把法定传染病 带到台湾 她一进来就生病 所以我们其实 本来是希望有一个看护 来照顾的母亲 所以在最难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 在安宁病房 我半夜扶我妈妈 起来去尿尿 然后我去看我的那个看护 她发高烧 我还要去用冰枕 去照顾她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快要累死了 我只能简单这样讲 就是 这很不容易的一些事情 可是我觉得神真的就是 慢慢慢慢慢慢 有没有艰难 有艰难 但是你就是要用很大的信心 一样的 有时候在教会 有非常大的喜乐的诗歌 我一点都不浪费时间 进入那个喜乐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神的喜乐 我需要穿越那些的艰难 我妈妈灵魂是抢回来的 我只能说那个过程非常难 但是我很感谢神 我妈妈后来受洗了 她受洗完 她做了一个梦 她其实都不能吃东西了 就是整个这个全部堵住了 所以上面也抽掉 下面也抽掉 可是她做梦 她是台湾人 她忙着 去吃一个台湾料理 很脆弱的 她吃两碗饭 我妈妈喜欢吃菇菜 而且是吃很台湾料理 我妈妈叫菇菜 鹅啊擦菇菜 就是那种很 我们有拍下来 现在没有办法播的原因是 除非有一天 我还有两个姐姐要信主 她们觉得我妈妈那时候 不够漂亮 不希望我把那个影片录出 我觉得很可惜 一直在等待 那反正我妈妈就做梦 梦到她 吃得很高兴 其实我们本来以为她是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我心里有点难过 可是很奇妙 妈妈是下午做梦 到了凌晨 到第二天的中午 因为她有照口 她已经很久没有排东西了 没有东西可以排 你了解吗 她做了那个梦之后 她排了很好的粪便 两次 我到第二次的时候 我才发现 妈妈 我就有拿诗篇二十三篇的信息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不至缺乏 她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们在可安瀉的水边 我们其中有一段 在敌人的面前怎么样 她为我们摆设宴席 因为我妈妈都要八十回 她没有办法领受神非常多的荣耀 神用一个老人家懂的 而且她最需要的 当你不能吃东西的时候 我妈妈每一次都好羡慕的眼神 看我买的便当 你了解吗 所以神就让她吃了两碗饭 而且吃了她最喜欢吃的菜 我妈妈那时候开始就觉得 神好像真的是顾念她 我妈妈要走之前 有一天我听教会的敬拜 那是我随机抽出来的一张 有一天 牧师突然有个感动 有人四天之后要从黑暗进到光明 我只是突然就听到四天之后 后来我的牧师来看我的妈妈 然后我跟我姐姐 我们一起就唱诗歌 我们就唱耶和华祝福满满 突然之间很奇妙喜乐 有一个奇妙的喜乐 同时触摸我姐姐 也触摸我 跟触摸我的牧师 最奇妙的是触摸我的妈妈 你知道一个人 当你面临你的至亲 快要走 因为安宁病房平均十六天 我妈妈做待了一个月 其实每一天 都是在跟家人道别 就少一天这样子 我觉得我很感谢神 就是在要离别的那个时刻 神给我们一个最美的礼物 就是喜乐 我喜乐 我姐姐喜乐 我妈妈喜乐 我妈妈喜乐 她一个要走的人 没有人真的那么勇敢 没有一个人真的那么有大的 绝对的信心 特别才刚信主 神把那个喜乐赏赐给她 她最后 你知道她的眼睛放光 好快乐 然后四天 她就开始昏睡了 就走了 奇妙的是 我妈妈走了以后 我刚刚讲到 拉回来 我们家不是有一块 废掉的地 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人要了 就处理掉了 我觉得神知道什么 对我们最好 祂没有让我们衣食无缺 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生活 做很多的努力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家里 有人 因为我父亲的债务 被牵累 所以 那块 处理掉的东西 就最后成为一个 协商的方式 让我们家里的人 所有的身份 得自由 阿们 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是荣耀归给他 神看顾我们 神看顾忧求的人 让忧求变为喜乐 神看顾一个 要濒临生命 要尽头的时候 用喜乐成为他的护卫 神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 神可以帮助一个 突然上了104里面 没有工作机会的人 神还是把喜乐赏赐给他 后面发生的点点滴滴 我们没有办法测量 原来是这么的荣美 主啊生死祸福在你的面前 主啊你看顾我们的产业 你看顾我们的孩子 你看顾我们手中的资源 主耶稣 求你的血来遮盖我们的产业 主耶稣 求你的血来保守我们 我们每一份的决定 每一个投资 每一个工作 我们都要把这些大小的事情 都带到你的面前 求你的血来遮盖 直到我们有平安为止 求神帮助我们 为此将一切的恩向你 神圣上感谢 哈零路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